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讲一期临时性的房地产 给你们大家看一个新的房源 在6914 Oakland Street,19149 它这个房子呢是2加2的两家庭的一个房子 在19149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房子的外观跟屋内的一些状况 它是属于排屋嘛 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单家庭 也就是说里面只住一户人家 这个的话它总共是1700平方英尺 但是它是个双家庭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住一户 然后剩下那户你可以拿去出租 这个厕所是旧的 它这个贴了一个装了一个地板 房子里面照片也不是特别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易记录呢 是2017年19万9拿出来卖 这个就是它最近的交易记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吧 这样你大家就会有一个感觉 是说它位置离的Busselton这一条街 有很多餐馆嘛 很方便 然后呢它这个大世界超市就在这边附近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主要咱们这一期 先来给大家算一下 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你按照不查收入的方式去做贷款 那么你贷出来的这个贷款是16万5 因为你不查收入必须要40%嘛 我们按照它不查收入的利率去算是4.625 那么你每以30年的贷款去算你的每个月的月供是848 同时你还要再加上你的地税跟保险 地税是2400一年 然后保险的话咱们就算六七十块钱 也就是说你的月供地税保险一系列加下来大概就1000多 那么你把楼下那个拿去出租 咱保险的算算它800块钱 也就是说你住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付200块钱 因为你的租客在帮你付你的月供 所以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房子适合自住吗 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就有点委屈求全 你说本来的话单家庭住的一家人挺好的 1700的房子 但是现在的话你下面多了个租客 肯定生活方面多多少少有点不大方便 但是咱们如果按照地理位置来算的话呢 我觉得也还OK 这个其实在以后的投资课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讲到这个叫house hacking 就是说你自己买一个多家庭的 然后你去付你的月供 用你的租金去抵那个月供 这样的话你付的就更少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房子适不适合投资呢 或者是说适不适合短期的自住呢 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可以填在我的信息栏下方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这个房子上市才两天 然后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找经纪人问一下他这个是否还在 大家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抢手吧 这个也算是比较畅销的一个多家庭 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